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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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是我 為什麼不是我 不還玩 不還玩 為什麼呢 讓我們歡迎新梅姐 哇賽 這是我們第一次跟新梅姐 一起表演這首歌曲 沒錯 也是我第一次 跟你們一起合作 感謝 讓我們新梅姐 好久不見 讓我們見 誰在叫我 請問一下就是 我昨天 就是 為什麼彩排都選文廷 但最後選擇了志祥 因為紫翔 紫翔腰壞掉 是這樣啦 因為紫翔為了我們這個演唱會 他腰戀都壞掉了 沒錯 我只是想要趕快 接起他的電話 告訴他 趕快去看醫生 是這樣子 因為我這個年紀 唯一的好處就是 認識了很多的醫生 那我覺得組完可能也蠻需要的 沒有 冠軍才是需要的那個 蛤 冠軍是我們的多病 冠軍哪裡壞掉 他哪裡是好的 滿多的啦 剛剛是腦袋比較壞掉 我覺得新梅姐都特別來我們的演唱會 我們要給新梅姐一個伴手禮 對 是月餅嗎 特別的禮物要給你 可能是綠豆碰喔 綠豆碰喔 我喜歡 蛋黃書 哇 這是我們這次演唱會的活動周邊 然後呢 裡面有非常多關於我們的東西 把我們送給你 這是真不好意思 我今天 我今天 新梅姐你可以任選一個扇子 沒有 選到的人就代表你跟他特別的有緣分 沒有 好 姐 你接下來說到的人 為什麼是那個帶子全部都是紫色 為什麼 因為紫色是我們的應援色 歐宋色 對 也就是說那個 巴黎奧運去參考 就ID的紫色是來自你 也可以這麼說 不得尿耶 運氣好 運氣好 欸 我怎麼不見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好棒了 少一個競爭選手 好 開始囉 好 你是以為我瞎了嗎 這個字那麼大 等一下 換出來就好 等一下 選顏色好了 顏色 今天應該不知道我們的那個 因緣色 對 你們每一個人代表一個顏色 好 選到了 你要講他 好 哇 冠軍 來 過去 用工作 不用工作 不用工作 哇 謝謝 怎麼樣 我今天圓滿了 謝謝大家 你該下去了 那個聲匠 3號 等一下新美姐有想問就是 因為我們其實上一次也才第一次的跟姊姊練習 那想問說你第一次看到我們的心得是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很緊張 我們在一起練只有1.2 好像對對不對 就那一次而已 嗯 就是讓我 他讓我印象很深刻啊 因為他下背一樣又護著腰 又帶大熱天 他又帶一種毛帽 為什麼 就是怕他頭瘋掉 他頭會掉色 他頭髮會掉色 哦 OK 反正他讓我很心疼 然後他就 你知道那個老師就是很嚴格 然後對他們每一個人 雖然他腰塊表 但是他對每一個人的標準都一樣 沒有因為說他 就是比較殘障 然後 還沒有到殘障 動作比較不方便 然後就饒過你 他還是非常的嚴格 要求很整齊 謝謝 我們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嗯 我們有叫所有在場的觀眾們 都要收入一個 這個禮物這樣子 咦 什麼意思啊 就是 我未聽太懂 請幫我 幫我拍照 其實他就沒有跟緊張 但是呢我們現在有一個東西 其實是我們希望全場的所有的觀眾都有拿到這樣子 然後這個東西我們要特別送給你 耶 手燈 這是我們的手燈 是 這個 大家都有就是導演會幫我們變色這樣 對 其實你隨便說個顏色可能等一下全場都會變 OK 那我 就拿回家 該不會還收到導演的訊息 可以啊 有可能 去巴黎開奧運的時候也剛好也會變紫色這樣子 而且有時候有時候就是想要去參加別人的演唱會 說不定也是控得到的 沒有沒有 以後那個在家裡睡覺很方便 小夜燈 那個導演幫我關燈這樣 但是我 其實我剛剛也很想要分享的是 那個 第一次遇到新美姐的那個心得 就是一開始 會以為新美姐好像很難以親近的感覺 是嗎 對 但是真的見到本人之後 是真的難親近 沒有沒有沒有 見到新美姐本人之後 就發現新美姐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 你少來了 經過他旁邊兩次他都沒有認出我來 我有我有 我從小看烏拉巴哈長大的 色情是烏拉巴哈 烏拉巴哈 好啦 謝謝你們 我不要太耽誤你們這些 愛你們的朋友 沒有沒有 我發現他們也特別愛幾點 因為那個時候 對 完全有一次喔 然後有一次上演我們就跳了你的電話 那時候才剛練習不久 唉唷 酒水都來了 安排好 那拿椅子來喔 我這樣聊我可以聊兩小時 就你們還特別說 好久沒有看到你的電話 這是舞蹈的表演 然後你們一直在下面留言 其實我們都有看到 然後今天就把新美姐 邀請到這麼大的舞台 表演給大家看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非常開心的 我也很開心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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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真的非常感謝新美姐 因為妳接受我們的邀請 那我們可以一起在小一單完成 我覺得Sony真的很有誠意 畢竟Sony今年是 剛好滿30年 然後你的電話呢 跟 因為你的電話這首歌 連起了這一條線 然後讓我看到了Sony的朋友 然後還有就是 OZONE他們這些年輕人 讓我爸爸媽媽或阿公阿嬤比較看得到 比較懂 謝謝啦 掌聲鼓勵一下 掌聲鼓勵一下 真的太棒了 那我們一起 我們可以六個人一起跟新美姐 一個大大的融合 好 謝謝新美姐 謝謝 謝謝你們 也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在我要滿60歲的 的今天 讓我有機會站在這裡 這是在我人生60歲未滿的 這一天我永遠會記得 永遠會記得 台下的每一個天使的笑容 還有你們的尖叫聲 然後也謝謝OZONE 謝謝新美姐 謝謝新美姐 謝謝 謝謝 謝謝新美姐 拜拜